外交部在昨天透过脸书分享 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外媒专访的谈话 不过下面却出现了恐吓留言 吴钊燮在去年7月15号 接受法国国家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的访问 访谈内容在今年的5月7号播出 吴钊燮在访谈时警示 台海如果发生战事 对全球经济冲击将会比乌俄战争更加严重 然外交部官方粉丝页贴出了分享文章之后 却涌入了大量负面留言 甚至还有民众久度留言威胁吴钊燮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外交部上午已经到警局备案了 同步也会加强外交部以及部长的危安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